2022赛季中共平安 中国兽球协会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 看看这次杨云有机会往中路塞 好的 欧缩到紧区里边 左脚射门被门奖扑出来 二连再过 不能拿越位再打 1比0 27分半 推身后 左脚 不能接接就越位 还有机会 阿乌苏直接射门 可以很清晰地听到 朱口夫在喊乌苏 希望他能够传球 何赛坎特去干扰对方发球 吃一张黄牌 看着熊师已经吃到两张黄牌了 王鹏 王鹏左脚的长传 何赛坎特后卫冒顶了 左脚传中好机会 投球 2比0 越位 这个球传的线路很好 奥斯卡俯身冲顶 第一时间感觉这球确实越位 停 再看 应该是越位 应该是越位 奥斯卡 面对布鲁诺 奥斯卡自己往外线 强突到景区里边了 这是机会 船珠珠 还有何赛坎特的跟进 左脚敲回来 大门 这个球 奥苏大飞了 受到了叶冲秋的干扰 这个球边路的强突 船 第一下铲了 铲了一脚干扰线路 何赛坎特处理得很聪明 往回敲着一步 再往左色分 直接往中路传 看一杯西进进区 船中左脚是门 少铺亮神扑 武汉长江一次非常好的 扳平比分的机会 以为这球要进了 只要把球挡出了底线 这个球首先能扑到 能挡到就很不容易 而且能把球挡出底线去 再来看 哇 少铺亮这个下意识反应 确实太快了 脚尖啊 碰到球了 再看 镜头都没跟上 这是需要破僵局的传球 没有人能够做到 往常江抢回来 好机会 皮子洋自己往前带 再往中路塞 一个板单刀 没处理好 二连 又是少铺亮 这个球福布斯带进来之后呢 是杨云的防守 把球踢向了自家球门的位置 反应过来之后 把球扑掉 还有补射的机会 再跟进也没打进 少铺亮第二下反应 还是很快 之前那次扑福布斯 用脚尖挡出去的 看这杨云的 射自家球门被动下 然后第二下 少铺亮好像用头 把球挡出了底线 胸的左脚还是很有威胁 我们也介绍过 这次往后点罚 投球 何塞凯特顶下来 二连 零空的射文 这次球打飞了 看到右侧 杨云 又一次尝试着奥斯卡 奥斯卡机会 停 奥斯卡打门 门脚 也做出神扑 下不上比赛 两队的门枪超神发挥 许东 少铺亮在喊 别让他传起来 许东用右脚传中 投球做 好机会 投球 看他左脚射门 少铺亮 又一神扑 福布斯 回座 右脚的大门 打偏了 少铺亮下不上比赛 三次世界级扑就 再来看一下这球 布诺座 胡加利投球 哇 少铺亮 给左侧 看看这次杨孝天 杨孝天左脚穿中 好机会 停 坎特左脚射门 打算了边往上 现在的话 主赛板直接吹响了 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最终藏着熊师呢 是1比0 击败了武汉长江 谢谢大家